中國經濟到底有多差? 其實真的很差 由大家不太相信有地方債 到中央政府終於肯承認有這個問題 而且必須去面對 中間都搞了一年多兩年 但地方債還未爆 你看看中央政府公佈的 只有36個地區的數 已經有38,000億元人民幣 票面看還可以抵償 但這不是全部的數 不同的機構都有自己的評估 由12萬億至21萬億元都有 這條數仍然可以抵償 但問題是 中國不是只有地方債的問題 還有影子銀行 還有熱錢到底何時會流出? 全部都是下行機會大於上行 所以內地的經濟 以全球計仍然是領先不止 真是令所有的人都戚戚清己 中國人這幾年富起來的程度 在全世界四位移民去買資產 令到全世界都不明白 到底中國人為何這麼有錢? 實際上,如果美國有最好的大學培育 這麼多的諾貝爾經濟學家 有最好的投行 有最好的銀行 他們又怎會走不出美國的經濟泡沫? 所以最終,美國是成功地 將他們自身的經濟問題燒到歐洲 而且歐洲爆發的經濟問題大很多 大到政府要換人,總理要受審 過去的30年,全世界都是為美國人打工 但這幾年,突然美國用了幾萬億美元 去救醒自己的經濟之後才發現 原來自己要為中國人打工? 你猜美國人有什麼滋味?